我现在看看脑健康 是什么东东 健康由大脑开始 健康由大脑开始 这个是科学的说法 我认为健康应该是由内心开始 不是说我们身体的心 是说灵魂的心 刺激大脑神经元 疏通脑神经元网络 将打结的脑血管松绑 激活细胞 有助扩张大脑血管 促进血管的氧气传送 和自身营养吸收 你们都是不想我吃极不胖 促进自身营养吸收 那不是很容易胖 帮助增强免疫力 及延缓衰老等功效 提升78%记忆回锁功能 加强神经元连结26% 我是靠不痛找饭吃的 如果你加强了我神经元连结 增加痛觉那怎么办 本来没东西都变成有东西 增强专注力 增强专注力 有得靠药物增强专注力 这个世界不会有人有ADHD 逆转脑弱势 有没有那么厉害呢 增强大脑能量 13.6% 不知他说什么 提升记忆力 改善语言沟通能力 改善情绪 如果你是这样激人 然后就说我现在为你吃药 去改善你的情绪 是没用的 没效的 真的没效的 你怎么可以 你盖完人家一巴 然后跟着说 你不要盖回我转头 你吃粒药 你吃粒药 你就可以改善你的情绪 你就不会想盖回我一巴 哪有可能的 根本不符合这个 Karma的原则 真的 Vitamin B complex OK Coline What is choline 有助促进大脑神经元 细胞改善认知力 记忆保留 blablabla 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不是一个 不是什么 魯伦芝 天然阻率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很可疑 URL是什么 然后有些植物 红景天 我知道红景天 塞起枕头底 如果真的有什么 他为什么不说 你用红颈天煲茶来吃呢 我觉得 我很有保留 这件事我真的不太想吃 我觉得可能 会对我 会影响到 我觉得会影响到 我的 脑电波 我觉得它会 影响到我的 我的熟灵恩赐 可能会破坏我的熟灵恩赐 或者 desensitize了我的熟灵恩赐 我不太想 因为如果不是红颈天 放个红颈天香包 在枕头底 梁老师最多都是这么说 没有说叫我吃了它 银行这个我知道 但是银行都不可以多吃 银行 我真的不是很想吃 老实说 尽量把它放在这里 银行